关于它的计算结果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它的结果为零多像式 不是零多像式 什么叫做零多像式呢 零多像式就是说它总共算完之后 它的结果是零 这叫做零多像式 所以这个是错的 它结果为零次多像式 常数像是五十五 这不对 所谓零次多像式就是代表说 它有常数像没有错 因为常数像是五十五 再乘以X的零次方 这叫做零次多像式 那么它不是零次 因为它还有一个二次 它会是 它会是再加上五十五 二次像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 那么这个也不是正数 它是一个负号 因为是负一加负二加负三加负十 所以说这个也是错误 好 它说它结果是二次多像式 没有错 它是一个二次多像式 这个从十 十加九加八加七 因为二次像的系数是正好 也是加到一 它会等于正的五十五 这个我记得我的国小同学啊 被我教一两一两年的小朋友 大概都很熟 十加到一会等于五十五 就做很多题目 所以五十五就马上就会出来 这是二次像的系数 这个是对的 那么常数像的部分 它是负一加上负二加上负三 一直加加加加加到负十 它会等于负的五十五 所以常数像是负的五十五 二次多像式 COK C是OK的 结果为五十五次多像式 所谓的五十五次 是代表说 X的五十五次 好不是 它是系数加起来 常数像的部分是负的五十五 二次像的系数是五十五 好这里是考的 是多像式的基本概念 多像式 多像式的基本概念里面说 它有几像 好它最高的次数是多少次 它就会是几次的多像式 那么另外还要在 你必须要有导清楚 什么叫做零多像式 什么叫做零次多像式 你要清楚一点 再来还有什么 就系数啦 你还要知道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系数 系数这个东西 时常用到 老师在讲题目的时候 也会时常说到 那么如果说你对系数 这两个字没有感觉的话 你未来在上课的时候 你就会听不懂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什么叫做系数 什么叫做系数呢 就是有关系的数目字 好比说如果说我现在写一个5x平方 再加上3x-1 那么x平方向 跟x平方向有关系的数目字是什么 是不是5 这叫做x平方向 x二次向的系数叫做5 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